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永留的294-304 圓神5.0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权热物加陶霞加权成就加探索度100%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我们现在来到踩石顶下防这一个传送点 然后拳载咒与群众往西南方向总定入左下防 无必重吧 来这里附着这个狐狸 然后往西方向对右左边 往前勾 好,在这里勾两下 然后继续往前 前往这个石头这里有一个 石盒子 来这里剪刀 然后吸南方向对右左下方 自己下来 在下面有一个正手 来,圈王怪 来拿到宝箱 不需此情 然后西方向对右左边往前走 好,在前往这里有两个箱子 我们打一下这两个箱子 先给它打出去 先收并去 好,打破之后我们 往西北达地主左边 前往这里 有一个蜥蜴,我们这里附着 然后东南方向地主右下方 往前游 好,在这个主阀上面这里有一个 框 框里面有一只鸡 来这里跳一下冲刺 也要先把怪清一下 发现 好,所以清完之后我们这里 来这里穿下这个拳 在水里面啊,水里面跳得高一点 好,所以跟着这个鸡 给它送鸡尾 给它送鸡尾 来开启这个宝箱 然后在这个宝箱这里有个水纹啊 好,我们这里 这里我们设了这个水纹 这里 空中看 空中最有一个 火神龙最跳下 好,剪刀 剪到这个火神龙之后 南方向地主下方 往前游 再抢这个海岸这里有一个 圣手 清王怪 然后宝箱 然后南方向 对路下方 这里往前游 然后对岸 好,这里我们来到 前方这一个封印处啊 呃,这里说一下 在周围这里是有很多这种 电气水晶啊 把所有的电气水晶全部打破之后 会出现一个地方喘息啊 这个地方喘息你 第一次击查之后会有一个成就 然后出此之后还有另外 另外两个相同的成就啊 分别有两种不同达成的这个要求啊 第一个就是 在它分路值满之前击败塔 所以它分路值满了会出现这个雷盾 好,然后第二种就是 它已经有雷盾了 然后你不要被它那个 雷盾反式攻击击中 呃,然后并且击败塔 获得 呃,另外一个成就 这两个实在都是相同的 但是可以分别获得 对吧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打 好 然后 南方向地主下方 然后东南方向地主右下方 往前走 好,先前往这里 我们先附走这个蜥蜴 就好对 好,然后 西方向地主左边 沿着海岸这里 往前游 好,再前往这个海岸上有一个正手 我们先把这个蜥蜴先停到这个岸边 那这里过来清一下怪 清完怪 拿宝箱 好,这里再重新附走这个蜥蜴 然后往这个 西方向对右左边 这里游到这个对岸 在这个河对岸这里 有个NBC 来,这里跟它对话 然后选择开始挑战 这个要 12500分 来,这里我们开始这个挑战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一会要 跳这个轨道啊 Z吃完金币之后 往右边跳 然后往左边 呃 再往左边 反正就大家自己看着来了 哪边金币多久 往哪边跳 啊 b 好像 regions 此人 海洋 平 听说 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來,這裡開啟 再來,然後西方向V路左邊 這裡繼續往前走 然後潛完這個樹底下 在這個樹底下這裡有一個齒盒子 然後撿起之後,在西南方向V路左下方 在對岸這裡有一個正手 青王怪,然後拿到寶箱,無聲的獻死 然後東方向V路右邊 好,在前方這個水面上,這裡有一個奇異盒子 我們來附著一下 好,然後這裡朝著西北方向V路左上方 這裡沿著河流往前 好,這裡靠著右手邊看 在右手邊這個岸上,有一個V路頂端 好,這裡來開啟 然後開啟這個V路頂端之後 我們再朝著這個北方向V路上方 這裡往前走 好,在前方這裡有一個圓環 這裡跳一下 好,這裡順著這個路 這裡往前 這裡走到鏡頭之後 會出現一個正手寶箱 所以一定要是你穿這裡才會出現的 沒有穿的話你們就會回去穿一下 然後西北方向V路左上方 這裡過去,性下罐 那,下完 清網罐,然後寶箱 然後東北方向,地圖右上方 極光片球 好,在前方這裡有兩個箱子 箱子中間這裡 有一個水盒子 好,撿起來之後 東方向,地圖右邊 往前走 這裡可以順路開啟一個青天神樣 嘿 好,我們先這裡,然後省巷 然後西北方向,地圖左上方 在前方這個 樹根頂上有一個火神童 我們從這裡爬上去 然後這個火神童 然後東方向,地圖右邊 在這個花朵這裡有一個 普通寶箱 開啟之後啊,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方這裡往前吹 好,在前方這裡還有一個樹根啊 呃 在這個花背後 有一個死盒子 來,這聯盟 拿到